如果有胸痛的問題 到底要找出原因是什麼 我就聽過一個例子 一樣去看醫生 阿公阿嬤都胸痛 阿嬤吃胃油就好了 阿公就要做心臟支架 對啊 因為你知道我們這個 看健康二點以後 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胸痛真的不能輕忽 那你知道嗎 肝膽 腸胃 心 痛起來位置都很像 我要講的這次是 年輕人都說 我失去的愛情就會心痛 胸痛 我跟妳講 這位阿公阿嬤就特殊了 因為阿公阿嬤兩個 夫妻兩個 反正去看門診 我們三高一起試 看了門診的時候 阿嬤就說醫生 最近我兩個老的 不知道是吃什麼東西 就一直覺得兩個 就是胸痛怪怪的 那個醫生就想說 沒問題 看一看 本來是想說 兩個一定都是胃不適合 結果一看 阿嬤你就吃個胃藥吧 開一開 阿嬤就看了就沒事 看完阿公 這醫生就臉色有點怪怪 說阿公 妳可能不能回家 妳先去急診看一下 阿嬤就說 那是發生什麼事 當然他聽到說要去急診 就趕快去 結果去到了急診之後 這個醫生當然就轉介過去 就沒有去注意 等到兩三個禮拜之後回來 這醫生就問他說 阿公阿那天的狀況怎麼樣 我是覺得怪怪的 結果阿公說 阿公說 阿公阿醫生 你怎麼這麼糟糕 讓妳知道妳叫我一條命 醫生就說怎麼那天的狀況 因為來不及去追蹤 他說你知道我阿嬤就胃痛 說這是這樣去吃個胃藥就好 我 醫生告訴我 血管 小血管 阻塞 然後還到那個什麼心導管室 還做了一個支架 結果你知道嗎 對 救了我一條命 所以你說我們兩個做會聽 結果多少一個是吃胃藥 或是他長期就是因為有 有消化系統的胃潰癢 或舌質上潰癢 但是我們這邊要講 四種可能的胸痛 就是其中三種是一種 會猝死的胸痛 大家要記得 只要你活得過來 在第一時間沒有死亡 我們講猝死有三個 第一個是急性心肌梗塞 第二個是主動脈玻璃 第三是肺酸塞 所以你說這三個都很恐怖就對了 這三個如果你在第一時間 沒有死掉的話 肺酸塞也是第一時間就會死掉的 如果沒有死掉 你活過來還記得你怎麼痛的話 有人真的被急救過來 電擊過來以後 他回頭才想說有啦 我那時候之前 像他講的心肌梗塞來講 有人被電擊回來以後才想說 有 有 一直痛 突然後來沒有人來救我 我就倒地了 失去意識了 像被大象踩到 就是他的心肌梗塞痛 跟心腳痛最大的不同 他會持續三十分鐘以上 不會休息的 所以人家說什麼大石頭重壓 就是這個大象踩到那個感覺 有時候那種很難形容 非常的痛 因為那個痛是因為 你的冠狀動脈整個堵掉了 所以整個心肌會大面積的壞死 所以這種急性肌梗塞 如果沒有在很短的時間 像我們現在常常講說 都突破論 就是說從送到幾點四 到我們氣球撐開的時間 希望三十分鐘 希望六十分鐘 越短越好 就是盡快打通血管 否則這時候真的像大象踩到 因為它不會好 會馬上致命整個循環 第二個是主動脈玻璃 很多人主動脈玻璃 也是第一時間死掉 因為你想想看 我們剛剛講的急性肌梗塞 你都很怕了 急性肌梗塞的血管只有0 直徑只有0.3 0.4 急性肌梗塞 他要必須把你的心臟打開以後 不是 胸骨鋸開以後 還把血管要重建 所以這個弓 等到弄好以後 你可能的人已經不知道跑哪去了 所以能夠活的 大部分都是屬於那種運氣好的 所以裂開以後 他的甲腔佔據的面積不是很大的時候 這時候這個撕裂傷 因為他是內皮中皮裂開 像被刀割一樣的撕裂開 病衡會有那種感覺 刺痛 刺痛 而且裂痛 第三個肺酸塞 跟他呼吸有關 我們剛剛講胸腔 所以他這種肺酸塞的血酸塞住以後 是人堵住你的肺 沒有辦法交換氧氣的時候 有些有靜脈血酸 深層靜脈酸塞 會造成肺酸塞 像上次COVID-19 也很多人肺酸塞 這時候氧氣濃度 送到急診室 氧氣濃度非常非常低 血壓也快量不到 如果你還活著的話 我們講是還活著的話 這種痛 也是呼吸會痛 可是這時候血氧就很低了 可能不是肋骨斷掉 所以他淡水的就是血氧很低 血壓也低 那像那個阿公 他那個阿公需要裝支架 他的胸痛是什麼樣的感覺 通常那種胸痛他會斷斷續續 而且一直持續 有沒有做哪些事情比較會 而且他只要稍微出力 甚至有的阿公跟我講說 他像天氣一冷 一脫衣服他就會 洗完澡好一點 一脫衣服天氣涼一點 甚至他去吹冷氣 不要直接吹 吹下去我的血管熟起來 會覺得痛痛 對 因為老人家很少運動 像那種就很難 最後一個肺炎 COVID-19的這種痛 當然還是跟他發炎痛會有關係 所以四種裡面其實三種會猝死 要小心一點就是說 當你的胸痛在急診室 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都找不到原因 你千萬不要認為 醫生說 講的說我不是這個 我不是這個 有時候 你可能只照了X光跟心電圖 你怎麼知道你有沒有這些東西 你還是得持續去發現原因 不要太忽略 我們很多病人 都是到後來才說 早知道 早知道 我就要多做多留心一點 所以當你的胸痛 是沒辦法解釋的 請大家一定要好好跟醫生配合 所以那個胸痛 跟我們今天講的肋骨 這個裂開的痛就是不一樣 除了這個肺酸塞 會有一點那種呼吸會痛之外 其他是不太一樣的 那再來喔 因為肺酸塞應該沒有痛點 但是肋骨如果斷裂的話 是會有痛點對不對 那如果一樣有痛點 又不是肋骨斷的問題 那可能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說 這是我們肋骨嘛 那肋骨 我們如果是斷的話 我們沿著這個肋骨硬硬的地方摸 可以摸得到疼痛 那有些人他是 照X光沒有肋骨斷 為什麼他會痛 那有大部分的人 大概就是 他是前面我們的肋軟骨的地方在痛 有些人 奇怪我被東西撞大了 我發生車禍 我跌倒 我撞到胸部了 但是我這邊照X光沒斷 那這邊也壓不太痛 但是側邊很痛 但是醫生跟我說沒有斷 因為這邊是肋骨 所以他照X光是看不出來的 那通常都比較容易發生在年輕的女生 他有一些肋骨炎 這邊就會產生疼痛 肋骨炎 為什麼會發炎 肋骨炎 為什麼 肋骨在這個地方 有些人他是活動 或是撞擊或受傷 像有些大部分的女生都比較瘦 他有時候不小心撞到這些肋骨 跟胸骨交界的地方的肋軟骨 他就是會 這關節交界的地方會產生受傷 發炎疼痛 這種肋軟骨炎 就是你摸得到痛點 但是他X光是照不到的 他做一些其他的參波檢查 可能可以看得出來 另外還有就是說 他看起來就是沒有很明顯的外傷的疾病史 但是摸起來會痛 但他還沒有斷 他可能有一些有癌症 比如說他是轉移到肋骨 但是他還沒斷掉 這個肋骨已經被腫瘤侵蝕了 照X光的時候不是斷掉 他就看到黑黑的 所以他也會有痛點 摸的時候 他被吃掉的那個地方會痛 吃掉的地方會痛 還有一個是我們的肺部 或是我們的肋膜被腫瘤轉移的 他跑到我們的胸腔的表面跟肋骨的中間 這邊當然會有肋膜會刺激 他呼吸的時候可能會產生疼痛 那剛剛我們講的這四種胸痛裡面 他其實都不會都不會有明顯的壓痛點 對 所以如果你有明顯的壓痛點 你還可以稍微放心一下 但是如果你沒有壓痛點 就可能是可怕的問題 你如果摸不到的話 我就可能要小心 你可能會有就是剛剛康院長講的 可能會有猝死的問題 就趕快到急診去 然後急診醫師就會很緊急 你不要以為急診醫師沒事做 說很險幫你抽血 因為他要避免你發生猝死的風險 那如果我們骨科醫師在門診 幫你摸摸摸摸 摸不到痛點 我們也會很緊張 就代表你可能 就是有可能有主動物外玻璃 或是一些肺酸症 但肺酸症會有就是他會 氧氣會比較低 你可能容易有昏絕 或呼吸有困難 那這時候可能就要及早做插管 他比較容易在骨科發現是因為 我們有些老年人他做比較久 或是他開完人工關節 或是他骨折 他下肢活動比較差 他的靜脈會從 他的下肢的靜脈會產生血栓 這血栓會跑到肺部去產生酸塞 那你剛剛說那個摸肋骨 你們摸就是這樣輕輕輕輕碰嗎 因為其實我們 其實像我是比較胖 所以我的肋骨跟肋骨的間隙 看不太出來 像這個我們圖上這位 他的你看他的肋骨 就是一根一根凸出來 你就可以壓著摸著他的硬硬的點 就輕輕的就好 不需要吃壓 你就可以摸到他的邊緣 然後他如果說摸到這邊 這邊很痛 但是壓起來 他這個有痛點的時候 我們照X光都可以去特別看 X光照到這個地方 有些人他很特別 第一天我跟他說沒斷 一個禮拜後他很痛 再照 結果他就是一點點裂 然後他動了比較久之後 他的骨折產生了一些裂痕 更明顯的時候才看得出來 OK 好 所以我們肋骨 剛剛提到這個鳥籠 我們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來訓練他 讓他比較強健 因為有時候外力撞擊就是意外 真的很難防 五臟六腑在這個鳥籠裡面 我們會以為要練這個鳥籠的邊邊 其實我們要注意鳥籠 他最重要的是鳥籠的地板 跟鳥籠的天花板 因為地板的話大家通常姿勢不良 他的活動都比較受限 所以我們要練橫隔肌在這個 橫隔肌是在地板 所以是練這裡 對 練這邊的肌力 那鳥籠的天花板 其實是連我們上手臂跟脖子 那上手臂跟脖子的訓練重點 其實不在肌力 是在我們要把這邊的肌肉放鬆 那這邊就教大家兩招來做地板跟天花板 那地板的話我們就練橫隔的力量 那我們可以找一個毛巾長一點的 然後我們放在肋骨的下緣 那肋骨的下緣就在我們這個軟軟的肚子 然後往上摸 摸到硬硬的上面這裡 那我們把毛巾交叉 那如果你毛巾不夠長就這樣子就好了 好 我們交叉以後 把毛巾拉緊 拉緊 然後你吐氣吐到底 讓這個肋骨收到最小 你的腰好細啊 鼻子吸氣 吸氣的時候注意不要用這個鳥籠的脖子這邊 用力吸 我們要鼻子吸氣 然後用下面這裡 好像這邊 這邊有肌肉用力的把 撐開 對 把毛巾撐開 把毛巾當啞鈴的概念 所以是吸氣的時候把它撐開 對 吸氣它會是撐開 吐氣 用毛巾給它一點阻力就對了 對 毛巾是要拉緊一點 那如果你力量很小 你就不要拉那麼緊 好 那第二個 我們要放鬆這個鳥籠的天花板 很簡單 我們把毛巾拉緊 然後放在頭的後面 超過頭後面一點 然後把它放在這裡 掛在脖子後面 然後拉到左邊的手去 了解 然後轉圈 順便動動鳥籠後面的是什麼 胸椎讓它活動度增加 然後上來 這邊 那我們一樣往這邊 這邊除了動那個胸椎 其實這邊胸肌還滿有感覺的 像剛剛那些打網球 常常做手臂動作的人 要練這個 會比較能夠放鬆 OK 好 廣告之後來看 那麼日本有一個叫做 行動障礙症候群 他呼籲各國都要關注 他說這跟代謝症候群 對我們的危害一樣嚴重 這到底是什麼呢 馬上回來 喜歡健康2.0嗎 一定是非常喜歡的吧 那麼請大家在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訂閱按讚分享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囉